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起同声来攻读 请 大卫对非利式人说 你来攻击我 是靠着刀枪和铜镯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 我必杀你 斩你的头 又将非利式军兵的尸首 给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野兽吃 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 以色列中有神 又使这众人知道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枪 因为征战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 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我们特别为各位介绍今天的讲员 今天的讲员 韩基才牧师 他曾在弁德贝尔大学 哲学 得到哲学博士学位 并且在首尔神学大学 也兼任教授的职任 也同样在中央圣洁教会 担任主任牧师一职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 从哥利亚的世代到大卫的世代 现在 牧师们出席时 哈利路亚的祝贝尔大学 我们来跟各位介绍 哈利路亚来邀请我们今天的讲员 韩基才牧师 在这里的圣洁教会 六十年代的生日 我欢迎大家 如一道春福音教会 六十岁的生日的时候 从海外来的这么多的信徒们 牧者 我们非常欢迎你们 在韩国 六十岁的话 要过六十大秀 在这么六十周年的时候 这么多的国外来的 我们的牧者传道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 美好的属灵的宴席 如一道春福音教会 是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号生日 我们 韩基才牧师也是一九五八年五月四号 他出生了 我虽然不是 纯福音教会的教派 我是圣洁会的 但是因为 如一道春福音教会 对世界教会的影响力 而且他也带给我们 圣洁会很多的恩典 所以我是一个 受惠者的身份 来到这里 跟大家一起分享 神的欢迎 我们过去是活在二十世纪 现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其实我们是活在二十世纪 二十一世纪的 我们这种的一个 环冲期的当中 我看到二十世纪的 二十世纪的 二十世纪的 两世纪的 环冲期的 ただ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 环冲期的 环冲期的 dwelt 我们知道 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的 环冲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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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冲期的环冲期的 环冲期的业冲期的环冲期是 完全不一样的 从有形的当中进入到无形的这个改变 20世纪까지는 보이는 것이 중요하다 해서 보이는 것을 많이 모으려고 했고 또 많이 그걸 모아서 가지고 있는 사람들이 실력자고 부자고 그랬습니다 过去的时代我们都要看中的是 我们眼睛看得见的 所以我们就以眼睛看得见为 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그걸 유형의 자산이라고 했는데 土地,努力,资本 그런 것들입니다 所以这一类的资产叫做有形的资产 具体来说我们的土地,劳动,我们的资本 그런데21世纪에는 이제 무형의 자산이 중요하고 그 무형의 자산을 활용하게만 되면 짧은 시간에 엄청난 불을 창출할 수 있는 그런 시대입니다 但是21世纪是进入到无形的这个패러다임 所以呢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是你能够可以得到这没有看得见的领域里面 一时之间你就可以发大财 그걸 지식정보사회라고 하는데 이 지식이나 정보를 활용해 가지고 짧은 시간에 엄청난 불을 창출한 사람들이 있어요 빌게이츠 같은 사람, 저커버그 같은 사람 所以我们知道这种无形的资产 就是智慧财产权,比尔盖茨像这样的人 他们就是用无形的资产赚了很多的钱 그런데 사실은 세상에서는 이제 보이지 않는 지식이 중요하다고 하지만 성경에는 우리에게 지혜를 주신다고 합니다 我们知道21世纪是从上这个知识的时代 虽然世界的人是很看重知识 但是圣经是很看重智慧 세상에서는 정보, information是重要的 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很重要的是灵感 我们知道我们21世纪很强调的是我们的知识 但是呢我们圣经里面是讲到的是很重要的是灵感 圣经里面是灵感,灵感,灵感,灵感的感动 草经里面是十一章的信仰 信仰是看不见的 但是这看不见的信仰若好好的发挥,运用了 使用的时候就能够可以做成不可能做的事情 지금 여러분들이 뭘 보고 계십니까? 지금 60년 동안에 이뤄놓은 이 여의도 순복원교의 기적 같은 일을 보고 계시는데 이 모든 것들이 믿음에서 나온 것입니다 我们大家来到 루이도春福音教会 庆祝60周年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形的外体 但是这有形的外体 都是从看不见的信心开始的 히브리서十一章에 믿음의 영웅들이 나오는데 그 모든 영웅들이 보이지 않는 그 믿음을 가지고 엄청난 세계를 만들었던 사람들입니다 히브리서十一章里面有看到很多的信心的巨人 这些信心的巨人 都是因着他们心中产生的信心 能够影响时代 而且创造了不可能成就的事 이 21세기에 하나님이 주신 이 믿음과 지혜와 영감을 우리가 활용하기만 하면 이 여의도 순복원교의처럼 또 여러분의 나라에서 또 교회나 또 여러분의 삶에 위대한 기적 같은 일들이 일어날 줄로 믿습니다 두 번째는 외면에서 내면으로의 변화가 일어난다 이렇게 말씀드리고 싶습니다 第二个是我们可以说 从外表我们转向内心的改变 20세기까지는 밖에 있는 것이 중요하다고 해서 삶을 밖으로 밖으로 경영하면서 마치 밖에 그 레이더에 무엇이 포착된 것을 잡으려고 쫓겨다니는 그런 삶을 바쁘게 살았습니다 过去的我们的人生是非常朝外面的 外面的就是外在的一些的事情 好像一个雷达 好像抓住了什么样子的资讯的时候 朝向那个地方一直的往外跑 那个时代 그러나 이 밖에 있는 것보다 내면에 있는 것이 더 중요하고 그 내면의 목적을 잘 정하고 내면에서 가르치는 나침판을 따라서 삶을 경영해야 됩니다 但是我们21世纪是看中我们的内心 好像我们的直南针 螺盘针 能够从我们内心宁静的地方 能够转向一个方向 有一个目标 往前走的这种的能力 저는 이걸 파문형 경영이라고 얘기하는데 연못에 돌을 던지면 폭랑하고 떨어지면서 파문을 일으키면서 번져 나가는 것처럼 삶을 경영해 나가야 되는 것입니다 这好像是我们把一个石头 丢在一个池塘里 那那个池塘的水往外 这样子的一个 破文式的往外 扩张的这种的样式 예수님께서도 사도행전 1장 8자로 보면 성령을 받고 그 다음에 예루살렘과 온 유대와 사마리아와 땅 끝까지 내 증인이 되라 그렇게 말씀하셨습니다 所以 예수也命令说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得到圣灵的能力的时候 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사마리아 还有直到地级 一种的这样 慢慢慢慢往外 这样子的 影响力的人生 그렇기 때문에 우리가 하나님과의 관계를 통해서 먼저 성령 충만화 받고 내면의 질서를 잘 잡고 그 다음에 가정을 잘 믿음 안에서 그 인도하고 그리고 교회로 사회로 영향력을 번져 나가야 되는 겁니다 이렇게 인생을 안에서 밖으로 경영할 때 마치 반석 위에 세운 집처럼 견고하게 여러분의 인생과 여러분의 가정과 교회과 나라가 세워질 줄로 믿습니다 所以我们的人生 从内在往外在的 这样子的发展的 这种的人生 好像 我们的把我们的房子 盖在磐石上 我们能够在 个人家庭工作 教会国家的当中 带来一个 非常肤强 跟恩典的 一个这样子的能力 tak빛 教会国家的 218月4日 이사